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着他们可能是皇族后裔的神秘传说 没错 这就是那个神秘的传说 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 但这个传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来或者死去 在锦石乡和氏家族的内部从来就没有中断过 一直流传至今 已经有六百多年了 那么这到底是无稽之谈呢 还是一个有着真实历史作为依托的传说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不仅是我们想问的 也是锦石乡的何姓族人他们自己要问的 那么到底有没有答案呢 让一个人来告诉你 谁啊 就是这位 之前采访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了 他叫何歌进 是锦石乡和氏第十八代后裔 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他是湖南省湘潭市文联第六届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调研员 对湘潭当地的历史文化颇有研究 像湘潭历史文化丛书 湘潭风物揽胜 湘潭历史文化名人杨渡等书 都是何歌进撰写的 和祖里其他人一样 何歌进很小的时候呢 就听说祖先是朱元璋的后裔 因此他很早就产生了破解家族之谜的兴趣 为了揭开这个谜 何歌进整整研究了十年 那么十年的研究结果怎么样呢 何歌进说 经过深入的研究 他惊讶地发现 他们的始祖 竟然是历史上失踪了六百多年的 明建文帝朱允文 朱允文啊 那是朱元璋的太子朱镖的儿子 也就是朱元璋的嫡亲的孙子 那是郑硕呀 但是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 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呢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 我想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朱允文这个人 朱允文明洪五十年 也就是公元1377年出生 是义文太子朱镖的第二个儿子 虽然他这个人呢 既没有什么个性 也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但是他却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 说他传奇 主要有两点 第一呢 他虽然是朱元璋的孙子 但却很快坐上了 他父亲本该坐的皇位 成为了明朝纪朱元璋之后的第二个皇帝 因为他父亲早邀了嘛 第二虽然说他很快就成了皇帝 但是短短几年呢 统治基础就土崩瓦解 最后还落得一个不知所踪 公元1368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帝 明太祖 年号洪五 按照中国延续多年的 嫡长子继承制度 下一任皇帝 应该是朱元璋的嫡长子朱镖 但是很不幸 还没等坐上皇位呢 太子朱镖37岁的时候就死了 这个年纪叫夭折 据史料记载 朱元璋一共有26个儿子 在太子朱镖刚死之际 当然太子可以叫轰 刚刚轰了 朱元璋本来是想立燕王朱棣 也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为太子的 因为朱棣在所有的皇子当中 可谓是最跟朱元璋相像的 文武双选 他在朝中 尤其是在军队当中的威望非常之高 但是结果呢 因为大臣的一句话 朱元璋打消了这个念头 什么话呢 就在群臣商议立储的时候 大臣刘三吾说 寄立燕王至秦晋二王何地 这里的秦晋二王 分别指的是朱元璋的二儿子朱赏 和三儿子朱刚 整句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朱元璋你即便是很喜欢朱棣 但你也不能打破规矩啊 这里的规矩指的是什么呢 胸中帝即掌右依次的王位继承制度 而打破这一规矩的最大危险就是 各个藩王都会觉得自己有资格做皇帝 到时候藩王之间 藩王与皇室之间 那就会你争我夺 那么接下来天下就会不得安宁 虽然刘三吾扫了朱元璋的姓 但是朱元璋转念一想 这说的也挺有道理 而且历朝历代在争夺皇位的问题上 兄弟相残的事情多了去了 而他本人呢并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 手足相残的这样一个局面 所以他思来想去皇帝朱元璋 那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 他们都推荐朱允文继承皇位 准了 公元1398年6月30日 在朱元璋死后没有几天 21岁的朱允文在南京即位 改年号为建文 而朱允文怎么都没有想到 这个皇帝他只坐了四年 朱允文登基的时候 对这位年轻的皇帝而言 政治环境可以说是非常之严峻 因为他有20多个皇叔 都是各地的藩王 而且手上都有兵啊 加上年轻的建文帝朱允文 几乎全部继承了父亲朱彪的性格 往往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事情 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 父亲特别强悍的时候 儿子有的时候往往就比较温和 但是朱允文不一样 他父亲朱彪比他爷爷 是完全不一样的 父亲朱彪很温和 到了建文帝朱允文这儿呢 他跟父亲一样温和 这是个例外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形式 他生性温和柔弱 缺乏魄力 别说跟他杰出的祖父朱元璋相比了 就连跟他的叔父们相比 那也差得很远 果然朱允文上位不久 他的四叔燕王朱彪 心里不服气啊 起兵造反 发起了长达四年的所谓静难之意 公元1402年 燕王朱彪攻进了南京城门 可奇怪的是建文帝的皇宫当中忽然燃起了熊熊大火 燕王找遍了南京的每一个角落 就没看到朱允文帝的踪迹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自此建文帝神秘的消失 如今六百多年过去了 关于建文帝的行踪 一直是装历史悬案 一个神秘的家族传说 激发了何歌进 拨开家族迷雾的兴趣 祖先改姓隐居的背后 是否说明始祖就是建文帝朱允文 意外落户相谈的大将军何福 又指向着何种历史真相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明建文帝朱允文 即位后不久 准确的说是四年多 就被四叔燕王朱棣夺走了皇位 燕王朱棣登基之后 史称永乐帝 那朱允文最后不知所终 历史的悲剧又一次上演 这到底是命运的捉弄 还是历史的无情 大家可以慢慢去体会 那么好 咱们介绍完了建文帝朱允文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 何歌进的寻祖研究上来 先前他说了 朱允文是锦石乡和氏的始祖 那么你有什么证据 对吧 何歌进说 他首先想到的是 找有关的祖谱的资料 一开始他是自己到处打听 但是没有什么成效 后来呢 他就委托全国乃至分散在 全世界各地的同学朋友 帮他收集资料 但是也不见有什么成效 那么这让他感觉到 有些无望了 不过就在何歌进 有些迷茫的时候 反倒是族里人给了他 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 什么呢 就是这本书 名叫 《香坛锦石和氏七修族谱》 是在老家一位族人的家里找着的 而且保存的十分的完好 何歌进打开一看 我有的是一阵兴奋 因为这套编修于民国18年 也就是1929年的祖谱 竟然是完整的记录下了 何世历代祖谱的序言 对家谱有一定了解的人可能知道 家谱序言 那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不同的祖谱 格式语言是不一样的 但是一般来讲 序言的内容 基本上包括 本族人的现状 修谱的原因 修谱的意义 等等信息 听《湘谈锦时和氏七修族谱》 这本书的名字 您就可以知道 锦时乡的和氏族谱 已经经过了七次修订 那么何歌进在这本族谱当中 能发现什么重要的信息呢 何歌进说 通关湘谈锦时和氏族谱 何歌进说 仔细研读何氏族谱之后 他发现在每一修的序言当中 都隐约记载了 何氏祖先是有难言之隐 才逃难到了湘谈 而也因为有难言之隐 即便是逃到了湘谈 最终也只能选择隐居 再多后来第七次 《湘谈锦》的时候 是明国18年 这是1929年 这个时候 封建王岛已经完 完成特区历史舞台了 在《湘谈锦》的虚拟里面 真实地讲到了 我们早上世世代代相传 我们就是朱元璋的后裔 就是读经文之乱 也讨了湘谈 说到这里 为了让不了解朱允文的朋友 看得更明白一点 换之补充一点 关于朱允文失踪一事 在史学界有很多种说法 有人认为 建文帝是自焚而死 因为 他眼看大势已去 所以干脆下令 把一切都放火烧了 但在有些研究当中 有人认为 朱允文其实是成功逃脱了 为了活下来 一直躲避皇叔朱地的追杀 至于具体逃到哪了 有人说到了贵州 一个寺庙当了和尚 有人说他乘着阿拉伯商人的货船 去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苏门达腊岛等等 还有说法说去欧洲的都有 总之说法很多 甚至于前两年还有一个更加荒谬的说法 很有意思 很好玩我觉得 说法国著名球星李贝里很有可能是建文帝的后裔 因为你看你看他的脸长得很像我们历史书上朱元璋的那张像 而且李贝里这个词在法语当中就是红色 就是猪的意思 而且他们家还莫名其妙有很多什么中国的瓷器 反正说的善有介事的 好玩 好玩 这个大家全当一乐 说法很多 一直没有定论 我补充这个呢 是想告诉您呢 何歌进所说的建文之难是指躲避朱地的追杀 好了 刚才何歌进告诉我们说呢 到他们何氏第七次修谱 也就是民国十八年的时候 祖谱就把他们是朱元璋的后裔这个事 给明确写出来了 有朋友可能要说了 你写这么一句很简单 关键是你有什么依据 如果是朱元璋的后裔的话 最起码你得姓朱啊 说起这个锦石乡这只和氏的姓 还真不是他们的本性 第三修族谱的时候 已经到了清朝的七了年间 这个时候 真正是 就在谱上说明了 我们是原来是姓朱 因为要姓和的人打交 改姓为何了 翻开锦石和氏七修族谱 我们看到族谱记载的第一派 也就是始祖这一派当中呢 明确写着 元朱姓也 明永乐年间二年来相谈 而这位与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落户相谈的始祖叫做何碧华 此人在何歌进看来 应该就是建文帝 朱允文 为什么如此确定呢 何歌进说 因为族谱当中明确记载了始祖何碧华出生于洪武年间 后来他又查找了大量的明史资料 发现他们祖先 何氏祖先生活在明朝初年 所以这个何碧华要么是朱元璋的儿子 要么是他的孙子 锁定这个大范围之后 通过下面这个条件就不难猜出他是谁了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要邪光之灾 要堵邪海 这个堵乱 唯一要改属性的就是建文帝 因为是他的真敌 明正走剧地上台了 以此在缺少他的真敌建文帝 所以他不得不改信 虽然何歌进的答案最终锁定在了建文帝朱允文的身上 但是历史学上通行的定律叫什么 孤正不利 也就是说你单靠这一点不足以说明 不足以取信 何必还你就一定是当年的建文帝朱允文 再者说了 如果何必华真是失踪了六百年的建文帝 那么当年他为躲避皇叔朱棣的追杀 而隐姓埋名在湘潭 也应该会留下点什么蛛丝马迹 但是何歌进目前还没有提供出这方面的任何史料 那么何歌进还能找到什么新的证据吗 对此他调整了思路 决定从始祖何必华的妻子 也就是始祖母身上入手研究 从湘潭锦时何氏七修祖谱的记载来看 他们的始祖母也姓何 祖籍在湘潭县一个叫做银塘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银塘与锦时相距大概十里路吧 由湘江支流的捐水把两地连在了一起 可是蹊跷的是 始祖母并没有跟丈夫何必华葬在锦时 而是葬在了自己的娘家银塘 由此何歌进就想了 先辈们这么做 会不会是因为要掩藏一个什么秘密呢 带着这个疑问 2000年何歌进来到了银塘巡祖 他发现银塘有80%的村民 都是和氏的后人 并且在走访过程当中 他得到了一套相谈银塘的和氏祖谱 拿到这本祖谱何歌进如获之宝 但是仔细翻开一看 他有点惆怅 因为在这套保存完整的银塘和氏祖谱当中 何歌进却始终没有找到 关于始祖母的记载 研究似乎陷入了四胡同 不过就在何歌进带着些许的失望 翻看着这套祖谱的时候 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 叫做何福 这个人的出现 让他振奋不一 那么何福是谁 何福来自安徽凤阳 是明朝一位位高权重的大将军 他历经红武 剑文以及永乐三朝 明代永乐初年 何福奉命镇守宁夏期间努力发展生产 使这个地区出现了天下击鼓宁夏最多的景象 然而正极卓柱的他 因为在静难之一当中与朱棣对过阵 所以朱棣登基之后表面上对其恩宠有加 但实际上倍加参疑 就连朱棣身边的官员也诋毁排挤何福 最后这位功勋卓柱 勇略出众的将领 在绝望当中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参生 但是为什么这个何福大将军的出现 让何歌进如此的兴奋呢 这跟何歌进要证明的事情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通过查阅史料 何歌进发现了一个让人惊讶的现象 别的资料里面看到了大量的资料 包括长刷复制 明确地说明 宁愿和何福只剩在兴奖 居朝而居 这就奇怪了 何福本是安徽凤阳人 跟朱棣是老乡 做官期间呢 去的也都是西北一带 他的子孙 为什么会聚居在乡潭的银堂呢 然而在何福的祖谱当中 明确记载他是明朝初年 从安徽凤阳迁到银堂的 是克吉和氏 所谓克吉和氏 也就是说 集贯为外地的和性 另外呢 在何福的祖谱当中 何歌进还发现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 那就是 从何福迁到湘潭后的150年里边 每一代后人都只留长子在当地 其他的子孙都迁往了外地 而且走的是悄无声息 落户相谈的客家和氏 为何只留长子在当地 三位明朝大将又能否成功架起 锦石和氏与朱允文的桥梁 在破解家族传说之谜的路上 何歌进还能找到哪些新的线索 又将勾勒出一个怎样的历史图景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何歌进在何福的祖谱当中发现 从何福迁到湘潭后的150年的时间里边 每一代后人都只留长子在当地 其他的子孙都迁走了 而且走的是悄无声息 悄悄走的 家族外迁按道理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而每一代都要有人外迁 这是何苦呢 难道有什么情非得已的原因吗 想到这何歌进反向推理 他瞬间找到了联系 锦石和氏家族与建文帝之间的纽带 他认为当年朱允文出逃的时候 应该是何福出面掩护的 这不是做出了一个正道的更新吗 他是因为不想报何福的 他自己加州可到报了了目标 一直到明朝正晚级在改变这个形象 因为那个时候危险基本上已经减轻了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 朱棣坐上皇位之后 为了找到朱允文的下落 他专门派了一位亲信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人口普查 世人都会明白 如果在查找的过程当中 谁被发现曾经帮助建文帝出逃 那一定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所以为了不让事情败露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隐姓埋名 这正如何福这一支和氏所做的那样 甭管是并入银塘土著和氏的族谱 还是子孙外迁 其实都是为了给本族人打掩护呢 为了隐藏一个不可言说的秘密 而保守这个秘密的人 还有另外两位明朝的大将 通过艰难的寻访 何歌进在光绪十五年成书的 《湘谈县制》当中惊讶地发现 有两位与何福同时代的明朝大将 也在湘谈落户 落户时间竟然都是永乐二年 永乐二年也就是1404年 不正是仅时何氏始祖 何必华落户湘谈的时间吗 由此何歌进认为 这几位大将 也应该是护送朱允文的神秘人物 到这儿 何歌进算是在朱允文出逃南京 落户湘谈的踪迹探寻上 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即便是往前迈了一步了 但是还不足以下定论呢 就令他自己也希望还有新的证据出现 之前说了何歌进很想从 锦时和氏的十足母身上 找点证据 无奈在湘谈银塘和氏的族谱当中 没有找到详细的信息 但十足母这个切入点 他认为是没错的 那搞不好还能有大发现呢 果不其然 所谓功夫不负也无新人 新证据出现了 很快何歌进在湘谈一位银塘和氏后裔的家中 找到了编写于咸与贤人子年间 也就是公元1852年的银塘土著和氏的族谱 收藏这套族谱的是一位教师 在通读这部族谱之后呢 何歌进终于找到了有关何碧华的岳父 以及妻子也就是十足母的信息 而这个发现 源于一个特殊的记载 因为这个家谱啊 都不反映这个女性的血腔问题 我们的这个第一代的凯贝特的第二代 有两个女儿 急着有一个的就是在这谱上反映 是十足 收藏族谱的何金刚才说的是猪 这个听起来不太好听啊 听上去跟骂人似的 但是看字不会有奇异 意思是呢 嫁给一个姓朱的人 是 就是女子嫁人的意思 这个是有依据的啊 因为在族谱当中 一般在夫妻齿路那一栏 会记载双方的生育情况 通常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只记男不记女 一种呢是先记男后记女 如何记女呢 一般都是写是谁姓或者是谁人 在文言文里边是跟价 在这是一个意思 不过这种技法一般是从清代开始的习惯 在此之前呢 女性在族谱当中基本上是有性而无名 某事某事嘛 其他的信息呢 那更就是得不到全面的反应了 然而经过查找 何格进在锦石和氏土著的族谱当中 却意外发现了 始祖何必华岳父的名字叫何慧 何慧名下不仅记载了 女儿嫁给了姓朱的人 并且明确记载了 所嫁之人 由朱姓改成了何姓 这种打破传统的特殊处理 是不是说明 仅时何氏的十祖母有着特殊的地位呢 又从第三个方面 佐证了何必华就是明建文帝的结论呢 现在三个何氏家族的族谱 就已经呈现在了何格进的面前 三套族谱之间 看不出有什么直接联系 但如果将其放在 静难之意与建文帝下落不明 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解读的话 不知您有没有隐约体会到其中的关联 当然了 研究还在继续 通过多方比对 何格进又在十祖何必华的族谱当中 找到了与建文帝有关的证据 何必华他生下了两个儿子 这个一个名字叫文渊 一个叫文海 这个文是文化的文 叫一个纽丝 允字背 这是朱远文他自己的字背 他的儿子背是文化的文 文字背 一般来讲派别自派是不会轻易改的 既然是文化的文 为什么到了何必华的儿子这一辈 就要把它变成加油脚丝旁的文式的文 这在何格进看来 用意深刻 他认为加个偏旁不守 有曲折的意思 是为了让后人知道祖辈不容易 而按照何格进的观点 这些其实都是在暗示 何必华就是失踪了600年的建文帝 而随着掌握的资料越来越多 何格进对于他的研究也越来越有把握 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本书 叫做《建文帝之谜》 2006年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书中推理非常的细密 论证也很小心 中国著名名史学家毛佩奇教授 还专程为此书做了序 他说何格进的这些资料和结论 使迷雾重重的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 又有了新的路径 这是何格进先生 对破解建文帝下落之谜的一大贡献 通过辛苦的寻找和探究 何格进的确较为明晰地勾勒出了一幅 建文帝朱允文落户相谈的图景 但如果真的要真正证实他们的始祖就是朱允文 完全揭开朱允文下落之谜的话 依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 比如说第一 祖谱当中所说的这位朱元璋的后裔所避之难 到底是避建文帝薛藩之难 还是避敬难之义之难呢 这个没说清楚 第二 关于建文帝的禁忌 在明英宗正统年间就已经开始松动 而万历之后就已经是全无禁忌了 但为什么锦师和氏一直没有改回朱兴呢 即使锦师和氏不改回朱兴 也可以明确何壁华就是朱允文呢 但是为什么 从明朝到清朝几百年间都没有说明 所以我们期待何鸽进呢 有更深层次的研究 来揭开这个谜 但是不管怎样吧 想必各位今天跟着何鸽进的寻祖研究 沐浴了历史之风 也领略了先祖们 时而矫健 时而亮腔的足迹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 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